欢迎收看明镜电视的新闻焦点 南海在起争端 中国海警水炮拦截菲律宾补给船 德国之声中文网 本周六 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再次在南海人爱郊附近发生冲突 中方对菲律宾补给船发射了水炮 阻止其卸货 马尼拉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危险举动 中方则称非船只非法闯入领海 菲律宾周日8月6日指控中国海监船在南中国海拦截 并以水炮攻击一艘菲律宾补给船 称这是对非船只的过渡和攻击性行动 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 周六8月5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护送几艘补给船 执行例行部队轮换和补给任务 这些船只负责为驻扎在斯普拉特利群岛 Spratley Islands 中国称南沙群岛第二托马斯礁 Second Thomas Shaw 中国称仁爱交得的非军事人员运送物资 中国海警船对菲律宾包租的一艘补给船 进行了拦截并发射水炮 菲律宾指责这一做法无视船上人员的安全 并违反国际法 据中国海警官方微博6日消息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雨表示 8月5日 非两艘运补船和两艘海警船 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交 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实施必要管控 对非搭载违规建材的船只进行了拦阻 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拥有主权 而周边的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 也对这片海域提出主权声索 中非两国在南中国海 尤其是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的海上纠纷 由来已久 菲律宾称 中国海警和海军船只 经常在有争议的海域拦截或尾随巡逻的菲律宾船只 今年6月 在菲律宾进行的另一次常规补给行动中 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事件 菲律宾军方称 本周六中方的危险举动 阻止了一艘补给船完成卸载货物的任务 呼吁中国海警行动应谨慎负责 以避免出现误判和危及生命的意外事故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 则敦促飞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侵权活动 并强调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菲律宾方面称 中国海警违反了两项国际条约 以及国际仲裁庭的裁决 2016年 荷兰海牙的南海国际仲裁庭 根据菲律宾的申诉做出裁决 认定中国对南海海域和岛礁 并不拥有历史权利 中国没有参与仲裁案 也不承认有关裁决 对最新的事件 美国国务院表态称 中国一再威胁南海现状 直接威胁到地区和平与稳定 并说面对这种危险行动 华盛顿与其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 国务院的声明称 对任何针对菲律宾公共船只 飞机和武装部队 包括其在南海的海岸警卫队的武装袭击 将依据1951年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第四条规定的共同防御承诺 予以回应 日本也对菲律宾表示支持 并补充说 骚扰和侵犯了合法的海上活动 并危及航行安全的行动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明镜电视的新闻焦点 分析 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 在严峻的现实中出现转变 VOA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决定参加本周末 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国际会谈 寻求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这表明北京的做法可能发生转变 但并不意味着 对支持莫斯科的立场 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中国此前拒绝加入在北约 NATO成人国丹麦举行的会谈 分析人士表示 即使这次沙特阿拉伯的会谈 俄罗斯不出席 且乌克兰正在推动自己的计划 北京方面对于此次参与感觉自在许多 中国拒绝谴责莫斯科 于2022年2月发起对乌克兰的入侵 但提出了自己的和平计划 随着冲突的持续 北京似乎面临着一些严峻的现实 美国智库史厅生中心 东亚项目共同主任 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表示 北京对致力于和平投注了更多努力 但他也知道 目前西方不太可能接受 北京主导的和平倡议 他说 北京不希望缺席其他 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 可信和平倡议 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将富吉达出席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 并称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发挥建设性作用 北京在全球外交舞台上的最新举动 正值习近平主席努力解决一系列内部问题之际 包括上个月不明原因的更换外交部长秦刚 突然更换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高层以及面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深化的困境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 库列巴 Dmytro Kuleba 称李辉的参与是重大突破 中国一直在争取与石油巨头沙特阿拉伯建立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南半球不结盟国家的一部分 而中国渴望领导这个组织 上海国际关系学者沈定利表示 俄罗斯最终注定会被击败 因此中国必须寻求国际合作 同时又不能加速俄罗斯的崩溃 他说 我们可以提出不同意见 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 共同推动我们看到的问题早日得到妥善的政治解决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 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 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宁江表示 虽然中国此举有利于其形象 但北京希望更加了解其他国家的立场 可能也在试图探索中国自身的适应性 机动性的空间 这种变化正在发生 因为一些分析人士发现 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旷日持久 越来越感到担忧 而且俄罗斯最近轰炸了乌克兰的粮食港口 这扰乱了此前受保护的中国粮食出货量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7月26日向安理会表示 中国代表团对战争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深感担忧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增 中国中心法学研究员莫里兹 鲁道夫 Moritz Rudolf说 现在形势对北京来说越来越复杂 因为战争的升级 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中国将成为日俄领土之争的最后赢家 德国之声中文王 过去几十年来 东京和莫斯科一直就千岛群岛的主权归属 争执不下 而俄乌战争的爆发 也让一些日本人看到了重新收回千岛群岛主权的希望 那么 中国又在这场领土争端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随着俄乌战事陷入僵持状态 莫斯科也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军事和经济资源 送往西部边境 在东京 一些保守派人士暗示 俄乌战争将会给日本提供重新控制北方领土的难得机会 日本人所谓的北方领土 就是俄罗斯人口中的千岛群岛 这一二战后 被苏军占领的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日俄双方曾多次就伊图卢浦岛日语为 阿特洛夫 国后岛日语为 瑟丹岛和池武岛的归属问题举行会谈 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这也是日俄双方始终无法签署和平协定的原因 当今的日本并没有以武力手段解决领土争端的计划 但仍有很多人希望 随着普京政权的日益削弱 有朝一日将能通过外交和经济激励方式 促成日俄领土争端的解决 不过即使俄乌战争有可能导致克里姆林宫无暇顾及迁倒群岛 但俄罗斯的盟友中国或许也在打自己的算盘 日本民族主义报刊《产经新闻》前不久发表文章 指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被动局面 以及昙花一现的瓦格纳叛乱 都是俄罗斯已经开始衰落的标志 该报称 瓦格纳叛乱表明 一支配备了坦克和防空武器的小股武装 就足以引起人们对莫斯科防务能力的担忧 首都的防务能力尚仅如此 俄罗斯边疆地区的防务岂不就是形同虚设吗 文章称 日本必须为俄罗斯的崩溃和解体做好准备 该报的另一篇文章写道 军事挫败或进一步的内乱 都可能导致普京政权被推翻 而又会引发俄罗斯的解体 因为一些地处边缘地区的共和国会谋求独立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则可能同管理北方领土的新政府达成协议 以经济援助换取归还领土 文章认为 即使普京没有被推翻 但持续数年的国际制裁 也有可能促使他愿意以上述岛屿换取援助 辅警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岛田杨一表示 叶立钦担任俄罗斯领导人的年代 日本曾非常接近同莫斯科达成一项协议 即俄罗斯至少将部分岛屿归还日本 以换取经济援助 但这一努力最后功亏一篑 岛田杨一对德国之声表示 也就是说 归还领土换取经济援助以前是有先例的 完全可以想象 一旦俄罗斯陷入混乱 无论谁接手政权 都会接手一系列的经济和外交难题 因此将北方领土归属问题 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并非没有可能 不过 岛田杨一同时也表示 如果中国决定以军事手段 夺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领土 那么东京的任何外交努力都会化为乌有 这也是日本无法想象的场景 中国通往太平洋的船票 今日俄罗斯远东领土的大部分土地 19世纪中叶之前 曾是中国满洲的一部分 中国对上述地区丰富的能源和原材料 可能拥有极大的兴趣 日本分析人士注意到 中国政府现在开始以从前的中文名称 来称呼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些城市 其中包括港口城市 弗拉迪沃斯托克和萨哈林岛 一旦中国对萨哈领导发动攻势 此间的700万俄罗斯居民将毫无招架之力 从战略层面上讲 控制上述地区对中国也极有吸引力 由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形成的岛链 将中国围堵在相对较浅的沿岸水域 而这些国家也都对中国的扩张计划充满了敌意 岛田杨毅教授认为 获取千岛群岛将使中国获得通往北冰洋的通道 并拥有了直接通往北太平洋的军港 他说 俄罗斯陷入混乱的可能性正在与日俱增 我们必须对中国保持警惕 东京国事馆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金贝格 Yalko Zinberg表示 尽管日本对收复北方领土抱有野心 但中国出手 确保俄罗斯远东安全则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可能性 来自圣彼得堡的金贝格表示 即使俄罗斯愿意同日本就千岛群岛问题进行谈判 中国政府也会迅速介入 并利用密切合作来促成一个对中国更有利的解决方案 金贝格说 在我看来 俄罗斯土崩瓦解四分五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是的 俄罗斯可能会在经济上被削弱 但我不认为会惨到让莫斯科不得不考虑将领土拱手让给日本的地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明镜电视的新闻焦点 中国提高了东北地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 VOA 受台风杜苏瑞Docsulai连日暴雨影响 中国松花江支流水位达到危险水平 中国水利部周日8月6日提高了东北地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 中国水利部依据水利部水汉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已于当地时间上午10时将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并要求有关省区密切监视天气变化 滚动开展雨水情预测预报 科学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等 中国实行四级应急响应机制 其中一级最为紧急 据中国官媒报道 人口超过70万的吉林省舒兰市已连续5天降雨 造成6人死亡、4人失踪 当地救灾机构称已疏散18900多人 另外 被称为中国北方大粮仓的黑龙江 是最新遭受杜苏瑞影响的地区之一 雨水淹没了农场和街道 数千人撤离 中国部分地区正面临破级路的降雨 而另一些地区则遭受炎热的夏季高温和威胁农作物的干旱 自7月下旬以来 台风杜苏瑞鱼波的暴雨袭击了中国北部地区 扰乱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本周在北京附近和邻近的河北省 洪水已经导致至少22人死亡 中国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各部门单位 对2023年7月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会商分析 7月份为今年以来灾害损失最终月份 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1601.8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因灾死亡失踪147人 根据中国政府的一份声明 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周日再次紧急预播 3.5亿人民币约4880万美元 用于支持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和吉林等地的防汛救灾工作 排位除险、应急抢险救援和应急整治、盗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中国政府此前已拨款1.7亿元资金 请大家继续收看明镜电视的新闻焦点 谢谢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更多及时的新闻 请看六读世界 3W点、6D点、WORLD 5D点、3D点、3D点、7D点、1D点、7D点、7D点、8D点